跟大家分享今天的新闻 12月13日 差不多11点 很快高负一次 今天拍了一条影片是用手机录的 声音是有点不同的 听起来好像病了 有点 有点而已 其实没感到感觉 应该很少 用电脑录的感觉是不同的 声音都是不同的 这里顺带一提 今天没有什么特别的新闻 刚刚也去了中国三集会 拍了一些影片 但这条影片压出来都很激烈 尚在虽是 可以先看看其他的新闻 比如这个 大家想知道哪些是蓝丝的演员 一张图就展示出来了 全部都不认识 反而最粉红的就是 謝震忠 其他就 真的不太认得了 欸欸sir 然后这些就是 李嘉 然后就是曹永廉 之前这条人 杨明开了一间店 说自己是 立场中立的 原来真的是蓝丝 来的 然后他 不知道是不是 是他的女儿来的 这个是他的女儿来的 我不肯定 总之他几个姊妹 也是蓝丝来的 就是 认得了 超快地 可以一次过 知道那些人的底腕 真的 不需要FATCHAT 例如曹永廉那些 你也不知道他的立场 这张图 已经告诉你了 这张图 这张图 一直是 明居正所所说的 他们其实会大量 聘请一些演员 去做一些特务的工作 就是这一班 也不能说特务的 直接摆明 我自己觉得一定是有收钱的 或者是间接收钱 或者是给他一些工作 令到他们去撑警 原理是这样的 他们一直都是这样运作的 共产党是这样运作的 不过 这些东西都 众所勾知 坦白说 这一班 终极蓝丝 其实整个TVB 进去TVB做的人 都是蓝丝 极少数的黄丝 有的就走出来 好像林泳图的就走出来 他们都会忍不住的 有时在Facebook说两句 然后就被人炒入鱼 就索性自己出来做 这样也有的 另外 有一宗 这宗 石棺藏丝案 应该都结案的 有4个 当时抓了4个人 3个男人 1个女人 当时很控洞 这个首被告罪成 已经判终身监禁 另外那2个被告 判误杀 不知道判多少 应该都是 5-16 我自己觉得也不少 话说在2016年 死者 张曼尼 和首被告 曾祥恩 曾祥恩就是杀了张曼尼 整件事其实我也不清楚 因为是几年前 现在 新闻卖了 很清楚 借着香港01的图 虽然是党媒 都借来用一下 因为他的图有时是 几清晰的 就是这样的 有些刺被告的样子 这就是手被告 曾祥恩 故事是怎样的呢 这个小草 其实 DAN式 在荃湾大厦 就是滑雪 其实他们整班 其实是做些什么的呢 整班人 他们组织了一个叫DARE 一个组织 就是一些 一些团体 whatever 是什么团体呢 是老千团体来的 即是偶尔中有些 叫做赚一下快钱 这个 张曼尼也是一个拍档来的 其中一个partner来的 很明显 就应该是分装不云 后来 当然曾祥恩 也是癫癫的 说他 他人是很矮小的 他人天生 有些自卑感 这里顺带一提 大家看看 这种 扫着反的做法 是扫着谋杀反的 你看看 警员有锁扣 然后有链链 链链链 锁着腰 这种做法 现在 已经应用在一些 普通 可能不见身份证的人 有时都会这样做 这个是相当之离谱的 在这里略一提 但先说回这件事 这人本身都是骗哄哄为主的 喜欢说大话 已经有很多前科类类的 这人已经很老实了 但胜在 因为他够狡猾 胜在有些老千头脑 就骗了也不少钱 好像骗了个大陆佬 200万美金 美金 如果没有看草 就是美金 随便骗了够钱 然后应该是 跟这个 他杀了那个人 即是那个 张曼尼 张曼尼 就刮分 就是他骗完这两个人 骗了大陆佬 刮分 后来不知道什么事 总之 他就要想杀了 张曼尼 然后杀了他之后 已经想起了 用哥罗方 掩住他的嘴 让他暈倒 然后注射一些 类似酒精的东西 进入他的身体 造成一种 饮醉了自杀的感觉 后来就用 石屎封 封了一条尸 这个做法 很认为变态 他就谋杀了一条罪 以及非法 尝尸一条罪 类似是这样的 没所谓了 毛沙已经在终身监禁了 都很严重 最重要的就是 这四个人 曾经潜逃过 去台湾那边 后来台湾那边 就跟香港的 合作 拉了他们 四个回来 然后 明明四个 这个小草又怎样呢 这个小草 应该 当时的参与程度 不是很多 可能在旁边走走走走走走 吃饭几尾 他又选择做一个证人 爆料出来 成为一个特赦 他肯爆料 就有得特赦 他就没罪 最近 应该结婚了 也有戴着肚子上庭 这样的 这条女孩也挺漂亮的 我相信这条女孩就是 因为 我自己觉得 这条女孩有两个用途 这条女孩 在这个Dare 这个组织里面 一 当然 老千集团怎样可以没有女孩 对吧 有时要骗男人 你一定要派一条美女出动 很正常 你看特务电影 007都知道 帮女郎鬼火那么漂亮 拿来做什么 当然 组织老千团 对吧 第二 当然 当然是 维师用 对吧 有时 轻盒盒 执两剂 都会有的 我觉得这个小草 是这样的用途 他们四个人的关系 都不重要 我相信 但已经 已成定局 这件事都控制了 这件事就判谋杀了 其实 香港的 警员 POPO现在拿枪 射示威者 其实 如果有一天干复香港 他们有机会判谋杀 他们有机会囚终身 所以POPO 开枪之前 你要想一想 后果 香港是有谋杀罪的 不要忘记这件事 现在的POPO 肯定是 很喜欢 是不是都拿枪 指着人 其实 他们现在 挂着 白卡 在胸口上 其实 会 跟踪到他们 或者叫做 之后会抽后算账 这个是 据一个 我进到警察 其中一个警员跟我说 他都相信 会有抽后算账 不得而知 因为那个牌 是这样用的 不要以为 你蒙面 就没人知道你是谁 确实查到 不得了 差了是什么时候 审判 另外 网上 有一堂 大J 不知道为什么 炮军 一个YouTuber 叫Benja 和Momo Momo Benja 这两个人 是什么人 是一个 香港的YouTuber 不是很多订阅 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大J 一个 80万订阅的人 要炮军 这两条 一只牛和蚊 在吵架 吵什么呢 后来就知道了 Benja Momo 是什么人呢 就是 香港YouTuber Momo 是日本妹 Benja 就经常 因为她娶了一个日本妹 经常 找她的老婆 一起拍片 找食 我自己觉得 Benja Momo 你说 她的台 是否很银食 就未必 大J 肯定是很银食 但Benja Momo 是什么人 我也不清楚 但大J 就是炮军 因为Benja Momo 最主要是Benja Benja 这个人 在Facebook 貼了一篇文章 吵大J 是Benja 大J 大J 就说 见他和周庭吃饭 跟周庭吃饭 又 又 質疑大J 在做生意 又帮日本筹款 感觉上其实是一盘生意 就是这样的 当然大J 听到这些说话 当然是眼火爆了 立即炮军 Ben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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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踢爆 Benja 其实他老婆 他们两个好像是黄丝 但其实是假扮的 原来女儿是蓝丝 在镜头面前 在镜头面前 扮王 魏王 扮饭吃饭 即是有这样的故事 首先我 看看Benja 是否黄丝 感觉上是 我看过他的台 他有拍一些 可能去黄店吃饭 也说过逃犯条例 他老婆是不是 我不知道 他老婆不是一个 主力 在镜头面前说话的人 最主要是Benja 这个我也不知道 大姐的质疑我都不肯定 但肯定一件事就是大姐很生气 他因为他被人说 好像 搞那么多事 好像在做生意 其实我 我肯定大姐其实在这个运动里面 他亏了很多钱 这个肯定 我不觉得他有什么 怎样赚 就是他 你看他 坦白说 他 大家 可以 可以想象 我曾经有条片 拍这个尖沙咀 就是那个 拍一些荣光唱歌 一晚就十几万view 十几万view是多少钱呢 那是四五千元 我也不知道 原来YouTube 一晚里面可以赚四五千元 后来才知道 现在当然没有这个view 和 又会限制我的广告 我相信这条片也未必有 因为稍后我可能 会拿一些敏感镜头 YouTube认为的敏感镜头 拿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讨论一下 不过没所谓 这些荣耗再说 钱的东西 但你感觉到 YouTube 那样东西是怎样 大姐这条片也有20万 基本上他一出一条无聊的片 可能在街上走一趟吃东西 最近走超市 最近走击安 都20万人看 很容易 大概 当晚他就收到 可能 5000-10000元 也不奇怪 我觉得可能有 老蕭还更加疯了 他只在镜头面前 说一下 也有20-30万 不排除他一条片都有10000-20000元 就是这样 如果大姐每天出一条片 你可以想像知道大姐要赚多少钱 保守 不要说他一条片 有5000 是吧 有十多鸡 只是YouTube的盈利 Benjar的盈利 应该没那么高 整件事就是这样 两个YouTuber在互吵 就是这样 因为我自己也不是很深入去看整件事 是吧 但是我自己的Benjar 就不要吵大姐 大姐 他现在 因为YouTube 是很敏感的 你讲一个敏感词 基本上是不会付钱 不会付广告 你 而且他一定 现在YouTube 收藏了大量的 搜索 就是 一些和黄丝有关的 关键字 你说过 就立即不付钱 我感觉到这个系统 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 我可以这么说 YouTube 也没了自己的生意 他也肯声援 我算是这样 当然他不是一个 我不可以称之为 他是一个 异事 或者是为人 只要他 身为香港YouTuber 他做了本分 至于Benjar 我觉得是无名事 所以我也不去追查这件事 纯粹有这件事 挺有趣 大J在他Facebook上 直接开名 吵架他 Benjar是直接说的 看到大J 跟李慧 跟周庭的影片 我明白了些事情 哪有那么多抗争 其实由头到尾 都是一盘生意 很久之前 问过我 问过可不可以 跟李慧 拍片 但旁边金发的director 不给 我不教人红 但你又要让我知道 见大J 就捉住他 铺多几张照片 因为周庭的影片 还有一个 我相信是 李慧的人 其实我不知道是什么人 应该是 日本的主持 可能就是 不表演Benjar 他生气了 然后又说了一句 这样的说话 大J 大J又吵了他 就是这样 互吵 Youtube有很多这些无聊事 略大一批 算是挺搞笑的 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 域中的手足 这个就是他们 写了一段字 一位 荔枝国的手足 写了一段信 他说 出多些文书 叫外面 不要懒 不要忘记 入了黎的手足 并不是因为 我失败了才敢说 而是 我见到很多 里面的手足 他们觉得自己 被人遗忘 但他们 他们不像我们 敢有人探 首先 我自己觉得 我进过去 警署就知道了 虽然我旁边有人 整间班房 百多人 我又不会觉得 有什么孤单 但你已经是感觉到 警方是很擅长 一种孤立战术 你进到警署 你 说真的 你找律师也是一个困难 如果你手头没有律师电话 他要你直接找到律师 他不让你打给星火 那些团队 不可以的 要直接打给律师 如果你找不到律师 已经很孤单 假设你有律师 但是 你不是跟律师一起坐的 你自己在房间度过 是这样的 所以基本上 孤独感是很强的 很大 他什么都做不到 然后 面对上庭 上车 甚至警员会 会吓你 不是吓你 是真的 会不会在家里找你 搜索 加上这种 很多的心理压力 令到警署里面 承受一个 很强的心理压力 基本上 没有进入过去的人 是不会知道的 我们外面看到集会 声势很大 但里面的人 其实是另一个世界 他们是看不到 不知道 不知道你外面在声援 他要出来 有手机才可以刷来看 所以我自己觉得 我出到来之后 我自己觉得 自由这件事 基本上是 要有代价付出 自由不是必然的事 如果今天 享有一定的自由 其实一定是前人众落 现在香港 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 所有前人众落的 一些 自由 种子 全部被压杀了 被泡泡全部压杀了 现在要从头 中过这个自由之众 现在这一代 六千多个 很多濫暴的事件 真的犧牲了 就是这样 所以要尽量有声援 有些人能够写信 就写信进去 这个我理解的 那个孤独感 不惹小 所以有时都要 声援一下他们 这个就是周梓洛的 爸爸 就写信 给周梓洛 他说 我的乖子 多谢你 带给我22年 享受做爸爸的欢乐 记得上次我生日 我们跟阿爷吃饭 虽然我的心 是期待你 你会对我说声 生日快乐 可惜最后 还是听不到 不过 感觉 欢恩的 是你说 想带阿爷 去坐纜车 上山顶玩 我当时觉得有点羞愧 觉得你比我更有下邪心 你离开了我们的这段日子 我们透过你的同学老师 更加了解 你是一个有爱心 幽默 做事很认真的人 你有那么多优点 真是很不舍得你 当年你还在妈妈肚女 我们已想好你的名字 叫乐乐 意思是 希望你 一生都快快乐乐 相信你 在天 现在 依然快快乐乐 永远爱你的爸爸上 这些真正的亲人写出来的文字 绝对合情合理 亦都很 很动人 当时 当时我没有去周梓乐的灵堂 有很多牧师 警察 轮着说 这些 给周梓乐的最后的说话 就是这样 都整哭了很多人 当然 当时你当新闻看 不会觉得有什么感觉 但如果当时 听到这些文字 多多一点 就会 心里有点 符合 但你会感觉到 整件事 这件事 就是 很明显 他父母没有被 帮帮帮 改造过 或者 私以独守 是吧 这样 这些是很古怪的 他父母也没有说 你与政治事 你看 整段文字 他都没有提及政治 但是他是一个很人性的说话 就是说 直接说到细节 说跟阿爷去玩 但你看回 相对TVB 陈建林老母 那段的WhatsApp Dialog 是全部讲不了细节 是没有细节可言 这个已经是 很明显 陈建林老母亲的那段对话是作假的 有传是陈建林老母亲 已经离世了 这个也不排除 除非他 出来报道 那就另计 看到了 旺角又爆了标普 标普爆了 有些人就 野鱼了 年丹仔野鱼了 旺角了 捉示威者这么厉害 几个人按一个 捉拆就 妳到后又没那么能够 现在的银子弄什么 还说加薪 就是这样 基本上 政府玩了一招 使用公务员一起加薪 就是说警员 就要和公务员一起加薪 如果要一起 金刚收薪 公务员也要减薪 现在议员提议分拆公务员或公务员 警察或警察去另计加薪这个问题 我觉得又是港字,最后又给他过 这些建制派又给一些扑扑过 不要紧,又存民怨而已 存完一绿,一定会有大事发生 这条挺搞笑的 东方星放蛇去屯门公园 找那个娜娜 现在屯门公园还有人唱歌 方星拍了很多影片,大家也可以去看看 光復完屯门后,其实没有分别 过多两天,那些大妈都会重临 有人发现这个国际专家 就是之前警监会总辞 立场就说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因为原来越找越多一些古灵精怪东西 原来水炮车是混入这个引致灼痛的化学剂 这个不用说是化母,这个都肯定的 你可以想成是毒气又用,毒水又用 等同一个香港是一个大型的集中型 他没有找着你,但你有做错事 他就会用这些,他认为觉得你 他觉得你,他只是看心情 他觉得你不like你,他觉得你做错事 就会用这些准化母 疑似化母的东西去搞够示威者 很离谱的,其他国家都是用清水 他零零色色用这些蓝水 另外,有些好人好事 就是Suitable 如果你被捕的话 有上庭的传票 是免费的,借出西装给你上庭 这些好人好事 你看到,有些黄点 另外,有人就 这个端传媒 现在所有的传媒报章 那个界限 用了四格的界限 分出来 究竟哪些是亲共的 哪些是本土的 哪些是受欢迎的 哪些是不受欢迎的 可以看到 其实最本土的 大家猜不到的 其实是热血时报 但反而它的欢迎程度不高 不高的 网上有很多劣评 对热血时报这件事 但它是本土的 反而最多人欣赏 当然是苹果 但问题是 最多人欣赏 反而是香港电台 有线 LOW TV 这样数下来 这个是受欢迎程度 立场 苹果日报 反而是没有那么多人喜欢的 但我其实我觉得苹果不错 拍一些东西 但它算是很本土 苹果日报 也算是 还有香港独立媒体 端传媒 这些都是本土派的媒体 香港电台也是 也算是 明报 似乎近中立的位置 当然 党媒那边 有香港01 那些东西 星岛 东方 一大堆 文汇 大公 这些不用说 直接是亲共的 无线 那些 这张图很清晰 大家想知道 平时自己看的媒体 是蓝是蓝 是蓝 这张图全看了 有些很疯狂 大家都可能未必清楚 例如 英文虎报 南华早报 这些是什么 其实都是偏向亲共那边 这些都是 情报那些不用说 都市日报那些 那些 这些真的和平盛世 你不觉得他们是亲共的 这个就是因为他们的机器 是这样的运作 当他们 就是 平时 据说 你可以任屌不生气 就是中共可以让你屌他 但一有大事起来 然后所有亲共的媒体都要拍制 全部都要拍去支持 而建制那边 就是这样的运作 所以你平时不觉得 他中间这一堆 究竟是蓝是蓝是蓝 你感觉不到 因为还未拍制 一拍制你就知道 尤其是香港01 早前你不知道他是党媒 那你当然要细查才知道 知道他老势于品海 但是 有时起来 他开始拍制 开始谴责暴徒 你感觉到他来了 就是这样的 运作就是这样的 现在就是 香港的传媒的运作 有被捕手足 在秋格场上 黑了这个光伏 香港四个字 秋格我没入过 据说 听起来都蛮骂的 那蛮骂的 那蛮骂的是什么呢 是皮 听人说的 就是说 其实那里就 没有刺子吻屎 那些人用皮来吻屎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不肯定 如果有人 曾经入过这些地方 再说一下情况 总之卫生情况 不太好 就是这样 又凉又成 秋格 我没入过 但也入过一间 叫做 落口宫的 一个私人囚室 一个囚室 独立囚室 这样的东西 当然 你面对着四面墙 和一道杂 那时候 那个墙上面 都黑了字 又是那些 吵架警察 那些 光复香港 我记得没有 我那面墙 没有 的确是有人黑字 应该是用指甲黑出来 有的 我自己也见过 但是 过得很正常 你有时巴士都会看到有人黑字 何况这些 臭格 这个就是之前 新城市广场内 咬断了警长手指的 一位年轻人 这个位 告很多罪 这个年轻 就是 21岁 告一辣的罪状 告这个 就是 严重伤害 蓄意伤人 以及公众地方 妖妖秩序 四项罪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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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那 就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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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师的事务所做法律民员 他的雇主林洋宏 林洋宏 我不懂读这个字,应该读宏 帮他担保 老闆帮他担保 你听都没听过,老闆帮他担保 帮他给了一万元的保释 网上就很控动 林洋宏这位律师真的是终极王司 竟然帮自己的员工 不得帮他保释 挺厉害的 这个小孩 看来是有点罪,因为POPO很容易进去 因为那些手指真的断了 但当然有机会是打掉的 因为当时POPO也有打人在先 有些人按住那个小孩,然后又奇怪 放手进去他的口 这个也是很奇怪 已经被三四个按住了 POPO为什么放手指进去呢 这个也很奇怪 这件事那时候也很空洞 因为那时候是沙田 第一次有人攻进去 这个就是之前 孤星旅搞了几次的集会 现在也要众筹了 借众筹了一些 借刑民费 因为有时有些音响也要的 我去过一次的 就是官堂那次 搞得不错的 但是那些音乐 就未必个人合听的 因为那个是孤星旅 即是法国那些的音乐 如果他稍为本土一点 不是唱法国的歌 我觉得 他那个众筹会更加成功 但我觉得都可以支持 这些 这些社区的音乐会 就是有时是这样的 因为有时 搞集会 你见到 好了现在 好像那些勇武都 都在休息中 或者不知道去哪里 是不是 或者现在都捉得很紧 外面 用很多秘密警察 捉了勇武 你平时就是靠这些 和你非的集会 去延续 整个 社会运动 直到 那些 意识 被释放 或者是平反 整件事能够平反 要不断搞这些 而这个音乐会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 集会 因为 平时有些集会 主持人 说话 比较 闷 或者是有很多听过 但是歌曲来说 有一个振奋的作用 这是一个好事来的 另外 POPO 现在打 军情牌 说自己 虽然我OT那么多 但是你看 我都要 坐在地上 直地 直地 宜餐 指挥 守护 香港平安 忠诚勇 心系社会 就是这样 首先 第一件事 它是 POPO 去坐在地上吃的 如果有个人跟我说 我出了六万粮 但是要在地上 坐在那吃饭 暗中 又不是整天的 你坐不坐 有多困难 你坐在那吃饭 又不是没得你吃 难为 有些年轻人 抗争者 入到那些 臭甲 没口好吃 是吧 重要最惨 入到那些 年轻人 或者被濫捕的人 有份出钱给你的 纳税人 被你濫捕之后 进去去 抽格 被你拘留 甚至 入去 冤狱 坐在冤狱 现在有些人 那又怎样算 是吧 当然 这个景象不是假的 POPO在地上吃饭 我觉得不是假的 因为我当时被捕之后 看到他们的景象 他们会送饭 送什么饭 都很难吃 真的是一个包 然后加一条腸 有不同的餐 有时 可能都是这样 那些餐都不是那么好的 是退饭来的 这个是真的 但是这样说 假日 你平时可以吃得很好 吃得很好 可以很好 用了几匹食物 去吃东西 用垃圾 不给你的钱 吃好东西 是吧 还有你 你这些是折舵来的 真的是折舵 你基本上 你这帮POPO可以 不需要捉人 是吧 但你又选择去捉人 是吧 那 形成就是 你选择去捉人 所以你就选择地 要巡邏 穿了整套 盔甲巡邏 然后就选择地 要在地上 爬帆吃 你可以选择回 POPO的警署 休息的 你可以不出动 游行可以不出动 是不是 其实你不出动 没有人挑衅 一些示威者 基本上 很多时候 都是和平 甚至 你说堵路 那些东西 你就事后收拾它 对不对 坦白说 你没意思的 你濫捕这么多人 是吧 法庭又处理不了 是吧 最终都是 你这帮POPO都要 陪那些示威者 去 可能拘留48 甚至 程教署那边 那些人都要 陪那些示威者 去坐牢 都要这样 最终的报应 都开始报警了 有些影片可以看下 这个就是一些警队 现在的警车就是一些 有时是一些私家车 逆线行车 看到逆线行车 这一辆又来了 两辆都是POPO的车 现在是轻用私家车 那些人就起控了 其实基本上警察公然犯法 逆线行车都可以 有时是有时的 有时的声音 很大 这样也有 另外 这里有条片 就是记录了 就是有一次 在旺角 有个小孩 打烂了 那个 巴士的枪 然后 他有整班POPO围着他们 捉 你为什么要做什么呀 我为什么要做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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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做什么呀 我为什么要做什么呀 我为什么要做什么呀 整班人都围着这班POPO 即是四个便衣 问他有没有 这个委任证 这是谁呀 这是谁呀 我为什么要做什么呀 你为什么要做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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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叫有人走开点 需要不要指示四个按一个呢 这个更夸张 刚才看到他很快 看到很快 就是防部 直接是炆雞,直接是想開槍的感覺 很大聲,很清脆 大聲一點 請問你需要炆雞嗎? 需要這麼嚴重嗎? 別人問你拿委任證 你騷擾委任證,那些人就散了 還有拍攝人們的臉,怕被你消失 這是很合情合理的事 每個市民都有他的採訪權 拿著手機就可以做記者 基本上 那些人根本就是 簡單的一些民眾的情緒處理都不懂 最擅長的是請那些人出來 接著就打清場 拿著十幾支槍 全部都是橡膠子彈槍 十幾二十個防部 所以你看到現在香港的環境 仍然都是這樣的 他沒有射催淚彈而已 我相信他也想射 你看到整個景象都很離譜 可以看到中共召號碼有這麼多人 二十幾三十個廢佬 香港召號碼有這麼多 不是很多,四萬左右 一個很強力的對比 早前原來警方 會要求那些社交平台會刪帖 原來有一些帖 就是涉教人製作武器 和起底資料 所以這兩樣東西 其實我們都很小心 例如我做Youtube頻道 剛才那部影片 可能都會起了警員底 但沒辦法 因為有時候有一個 叫做新聞自由 那件事是新聞 我也不知道警員叫什麼名字 總之是知道 是一個便衣警員 應該不算起底 但是警員 就說你起底 所以他的樣子也說起底 現在的衛羽警告 或者會再降香港的評級 那就降吧 沒有所謂 因為這個就是 攬炒的一個最重要的法則 你不降評級 怎麼攬炒呢 也有些市民在山上 掛了市民夢面 林鄭蒙森 這個就是 接下來 1月11號 就會大選 台灣那邊 綠色就是民進黨 支持率 上一屆都很厲害 今屆更厲害 國民黨 就是藍色 以前也叫做 有時候贏到的 甚至是五五球 金寶就輸了 就是因為 看到香港這樣的情況 民進黨就 金寶就贏了 你看到他們 他們真的是一人一票選出來的 那個總統 和那個副總統也是 另外 林卓廷 和鄭松泰 都面臨調查 鄭松泰 鄭松泰 在七一的時候 在這個立法會那裡 進去的 他 懷疑他有些關係 和示威者 現在又調查他 林卓廷 鄭松泰 簡單來說 除了何君堯之外 現在 建制派都開始 想出招 想DQ 一些 泛民的議員 就是這樣 還一場這樣的戰爭 互相DQ 看看誰可以最終DQ 我覺得 何君堯被DQ 是高的 然後鄭松泰 林卓廷 應該不會被DQ 但可能會被人搞 搞了大論 建制派都想DQ 陳淑莊 最後都不成功 現在 這個就是 很清晰 6,000人被捕 1,000人被檢控 重序500多個 差不多3分1都是學生 大致上是這樣 那我就是6,000人 其中一個 但就不進去 這一堆人次 這個搞笑 這個就是 有人發現 那個 運動場的飲水機 好像沒有了一個濾心 一打開蓋 沒有了濾心 原來 在頂上 他不是在底下 嚇到 以為大家一直在喝水喉水 這件事很搞笑 川普 特朗普 其實都很不居 這個通貝里 拿了風雲人物 因為 特朗普 也說話比較囂張 因為他知道 通貝里 這個環保少女 是有些阿士堡嘉靖的 很容易 很激動 他就說 你要冷靜去看一場電影 通貝里就還他 立刻還擊 就說 我現在跟朋友 正在看電影 就是這樣 坐定定看電影 這個 東方 東網 有時候都拿東方的新聞來看看 發現很多商場 很多死場 很多急舖 其實你看看旺角很多 其實很多場 各區都有的 因為那些人流 去不到 進去 變成 那個場 會變成死場 甚至很多急舖 這個 根本就是 不是今時今日的事 無關 當然 反送中 可能會更加劇 一向都沒有人去 因為 內地人都不走進去 或者那個場 都不會搞 搞得有 肩膜 因為那些不是大商場 那些小商場 你要搞 例如 可能要清一色 做一些很特別的事情 這樣才會有一個 兼顧的 例如有一個場 整個場 都做玩具 那些人 整班玩具 迷就走進去 那你有些特色 這樣才會走進去 如果那個場 沒什麼特別 其實真的很少 通常很容易變死場 香港也有些政治打壓 例如 十名烏克蘭人 也被他入境 你看到 香港 暗馬底都在做這些事情 就是妨礙新聞自由 他做了很多這些小動作 人家的烏克蘭記者都不讓進去 現在Samsung撤離中國 轉去印度和越南 惠州市就變死城 最少100間工廠就相繼倒閉 波及遠至東莞市長安鎮 看回看 似乎 真的開始來了 貿易戰慢慢浮面 那些事情 因為中國很大 始終都 有時候 你要他倒閉 要他攬炒 都不是說 一人裡面馬上攬炒 可能要幾年 另外 原來 之前 這個女生 聲援香港 原來是一個劇作家 那是什麼人呢 他來頭不小 是一個 郭書淺的嫉女 郭書淺就是 唐英年老婆 的嫉女 就是這個 唐英年老婆 就是這個 他的嫉女 想不到是黃絲 他親戚 他親戚 唐英年 反而是藍絲 就是這樣 應該是那些姊妹 那些 他媽媽的姊妹 那些姊妹 打這個網戰 在Facebook 甚至是做很多文宣 在網上 幫政府 辟謠 這樣說 哪有那麼多 謠傳 很多時候 基本上 反過來 張建宗 要大量利用五毛 製造一些新聞 去幫政府 陳雲也爆了一件事 不知真是假的 陳雲也爆了 云海 云海 他就有很多消息 他就說 之前的PPRP 的人 其實不是警察 而是政府的人 政府的新聞部 他就覺得PPRP 沒了 然後叫他 把那些人都調走 換了一些政府的人 進去 新聞署的人 有些新民署的人進去之後 本來是黃絲,後來進去之後 看到那份糧,幾匹的東西 五、六匹,十匹的東西 好像嘻嘻sir那些,十幾匹 聘請他回來說謊 立即變成藍絲 立即是unfriend黃絲公務員 可以顯得出部分公務員的骨氣 看來是沒什麼的了 其實我今天去過集會 黃國棟這個律師 都說了很多法律上的 現在警署會做的事情 都蠻糟糕的,說其中兩三樣 他說,律師與被捕人家屬去警署 會被警告觸犯非法集結 這麼搞笑 即是他是濫用非法集結和暴動罪 這個婆婆也是 有被捕者需要唱願名光歸警隊 先准去廁所 這麼搞笑 不出奇的,當然我那一批 就沒有看到這些情況 但已經有些小動作了 例如要你穿那件 i love hk的格子衣服 還有,很搞笑 我臨走的時候 警員給我一個袋子 裝著自己的財物 他給了一個360袋子 優笨360袋子 也算是一種 帶有一種嘲諷的意味 所以你不排除他 要你唱這首歌才去廁所 有被捕的學生 被警員用警棍打傷 到醫院向警員投訴 有警員表示 要肯定是有意 還是無意打傷你 無意的 你是不能投訴的 又是一些無契的事情 被人打了二十多棍 還是無意 有疑似弱智人士被嚴重打傷 牙都掉了 黃律師投訴的時候 有警員以笑相待 在律師爭取之後 律商者先方能獲釋 因為警隊裡面大量的男士 他看到你 被我們欺負 他就最開心 基本上 這些不奇怪 爆很多資料 這些都是真實 很多無契的東西在裡面 現在警隊的做法 現在開始都沒有人權 在裡面 這個還搞笑 這個中國版的Switch 正外可以玩 Super Smash Bros 這遊戲 應該是馬利奧 只有一個遊戲 其他遊戲 要審查才可以推出 很瘋狂 很瘋狂 還有一些瘋狂的東西 中國現在網絡直播 將會延遲三分鐘 供審查 網民丐探 與港人感同身受 這麼變態 直播都要被審查員 消毒過才讓你看 很瘋狂的 現在直播是鬥快的 不如這樣 你取消直播這個功能 應該延遲三個小時 不要說三分鐘 這個就是 一個十三歲女 蕭國旗 被判十二個月的感化 這個很爭議 有些人就覺得不應該判他有罪 有些人就說 不用坐牢也是這樣 因為其實就不需要坐牢 只是感化而已 定期要找感化官而已 就是這樣 有網民就這樣說 大家已經接受了 侮辱國旗這條罪 以及消國旗等於侮辱國旗 遲些立了國歌法 有人罪名成立 被判十二個月感化連登仔 不用坐牢 算是這樣 意思是諷刺 現在的人不要看輕 雖然感化令是沒事 但是 遲些國歌法那些 古靈精怪事情 二十三條 基本上都是一大堆 都會成為一些莫須有的罪名 要小心 坦白說 我只是這樣看 判十二個月 當然是不划算 但基本上是 沒有事撿回身材 那些人可能變態 隨時 喂 找些年輕人 不要進女童院 不用說 都會有這樣的可能性 當然這些事情 都是不應該發生 美國應該沒有這些問題 你燒美國國旗是沒有問題的 好似是沒有問題的 好了 今天說到這裡 多謝收聽